这个口罩呢 主要是这样子 它在里面添加了这个氧化酮的成分 它实际上是在生产的过程中 把这个氧化酮的粉末 和我们的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个材料混在一起 通过高温加热 喷溶出来 形成这个纤维 所以呢 它实际上比起我们普通的口罩来讲 它多了一个酮的成分在这里头 像刚才有提到 像酮离子呢 它一个是除了有杀菌的 消毒的这样一个作用之外 它还会有一些 对我们健康有所益处的 这样保健的养生的功能 比如说 它会促进我们的毛细血管的生长 促进这个胶原蛋白的产生 然后有一些照血功能上的作用 所以实际上 现在有一些人在美容这一块 它也会添加一点点微量的这个 铜元素进去 然后铜离子呢 它还是我们人体必须的 三大微量元素之一 所以添加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之后 它能够抗定毒杀菌 然后呢也能够对我们的这种 比如说皮肤的细小伤口之类的 好 这些会有一个好的作用 这是它跟我们普通口罩的最大区别 对这个口罩因为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如果是说普通的口罩 你使用过了之后 上面可能会残留有一些这种 病原微生物 那么呢 你如果是把它就随便的丢掉 这个一个是对环境会造成 比较大的影响和这个破坏 另外一个呢 因为你用过一次上面可能沾染脏的东西 你就不敢再用了 那为了这个就是在这个环保方面 能够做出一些这个贡献吧 另外一个呢 也是重复利用好我们这些口罩的材料 所以呢 就是通过科学家们通过这个发明 就是在里面添加了这些铜离子 完了以后呢 就是这样的口罩 它能够像我们做过实验 在一个四平方厘米的一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口罩表面 你如果泡进去一万个病毒 它能够在十分钟之内给你杀到一个都不剩 但是像常规的情况下 我们戴着口罩 哪里会有一万个病毒扑面而来这样子呢 所以呢 戴这样子的口罩 哪怕你会沾染到少量的病原体 不管是细菌 病毒 甚至是满虫 它会帮助你杀掉它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口罩就可以重复用很多天 好 像比如说我们在香港 我们的韩童口罩呢 是政府他会推荐你可以用60次重复的使用 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环保 对我们节能这一块也是会有好处的 你还有一个题 像这种口罩全球是什么 我应该是这样子讲 这个口罩材料呢 它实际上 这种材料在很多方面 它都有非常广的这个应用 以前呢 比较多是被用在战场上 就是士兵用在作为这种伤口的敷料 但是由于今年这个新冠的疫情 变得如此之严重 然后呢 口罩的供应在有一些国家 它供不上 然后如果你能够这样重复利用 它对它来讲 应该是会减缓它很多 产能上的压力 另外一个 它也有很多这个 在这种消毒啊 防护方面也会有很多好处 所以呢 我想着我们这个 今天在安徽 做这个新品的发布 这个对于我们全球抗疫的 这个战争来讲 是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有效 非常方便的一个武器 如果大家都说 一个是你能够经常的 这个戴上口罩 然后呢 并且是使用这种双功能的 不只能阻隔病原体 还能够杀灭病原体的 那么可以达到一个 双重加倍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想着病毒嘛 它这个最主要的就是 它要找到自己下一个 这个牺牲品 它才能传播出去 如果我们的隔绝病毒 把它饿死 这个病毒就不会再传下去了 所以我想一个是希望呼吁大家 继续注重我们的个人健康 另外一个呢 确实是经过我们很多的实验的验证 我会认为这个含有氧化筒的这个材料 确实在各方面的综合分数上 非常的好 它这个就是我会比较愿意跟大家推荐这样一个 一个新品 那么我们在安徽呢 这个就是首先把它真的把它做成市场化 把它上市了 而且这样的这个口罩 它是被证明可以这个杀灭新冠病毒的 这个以前虽然有一些人做过这种材料 可能可以抗流感病毒啊 艾滋病病毒啊 有人把它拿去作为这个血液过滤的一个产品 但是呢 用在新冠上 明确的能够证明它能杀灭新冠的 我想这个是正式的产品 第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